各位晚安 歡迎回到健康哥來報 我是主播蒼藍哥 《鹽害防治法》今年修法上路 除了提高吸煙年齡至20歲以外 也全面禁止電子煙 並且納管加熱煙等非法煙品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為了強化煙害防治的宣導 邀請在地高中生以及宇宙現象型YouTuber蒼藍哥 一同出席記者會 不少學生紛紛上台合照 可見其人氣之高 到底現場狀況如何 我們連線記者吳琴 嘿 請請說 好的 謝謝主播 那今天記者來到了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2023年 《鹽害防治》記者會的現場 那今天這場活動邀請到 宇宙現象級網紅蒼藍哥來到現場 那讓我們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先吃兩XX的玫瑰油機 我覺得還不錯 欸等等放錯啦 今天來高雄參加這個記者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算是蠻新奇的體驗吧 之前在台北 喜愛燈有辦過記者會 第一次南下到高雄辦記者會 覺得蠻有趣的 希望等一下正常發揮 正常發揮 等一下要演一部 我不管尷尷就是變尷尬的劇 沒有啦 蠻精彩的短劇 我應該會呈現出來 他現在在戒煙啦 對啦 所以裡面有點悶我們出來 退透氣 而且我們昨天聽朋友說啊 如果可以用這個來戒煙的話 會舒服一點 這個 這是電子煙嗎 你們說電子煙可以幫助戒煙 不行嗎 欸 我們請教一下副局長 這個電子煙可以幫助戒煙嗎 欸 幫助戒煙嗎 欸 等一下 你們這樣不行 你們不是我推動我的頻道 簡單幾句話 就鬥得台下哈哈大笑 不愧是宇宙現象級YouTuber 常常個總是能以幽默風趣的方式 將難懂的醫學迷思輕鬆破解 真是太有才華了 因為有介於青少年的吸煙口的比例 是在逐年的成長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這個議題 煙害防治法也在今年的3月22號通過修法 不只是加熱煙 對電子煙是全面的禁止 然後包括說我們的吸煙年齡的部分 我們也從原本的18歲的管制提升到20歲 都是希望能夠擴大所謂的青少年族群 能夠有更多的一個健康維護 這一次特別也邀請了蒼蘭哥醫師 來跟我們一起來去做很好的一個衛教宣導 一般如果我們要講戒煙相關的知識 都有點偏硬 因為我覺得青少年很多是受同差影響 就會覺得的話 吸煙是不是就很帥很man 很多男生都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覺得這個抽煙比較能夠教到女朋友 所以比較像是用這個青少年的一個想法去帶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你可以 就我們呼應這次的口號 煙一席更有型 其實你不抽煙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有本身的一個魅力 而且更不用講起抽煙就我們傳統講的 那其實不管是傳統指鹽也好 電子鹽也好 其實對你身體就會產生傷害 講得真好 不愧是長相和智慧兼具的youtuber 煙一席更有型 遠離煙品才是愛護健康的表現唷 記者吳奇穎採訪報導 好 謝謝奇穎 沒錯這麼優質的女裝 這麼優質的頻道還不訂閱嗎 以上就是本節的新聞重點 我們再會 我們連線記者吳奇穎 來 奇穎請說 嘿 奇穎請說 嘿 奇穎 奇穎 嘿 奇穎請說 我是閃 奇穎 奇穎 說 奇穎 奇穗